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家日本昨天开红盘 一天就大涨了480点 即将过行高 台北股市今天是涨第三天 没关系啦 只好有进步就好 今天第三天 今天涨29点 现在预估量633亿 可见得整个市场温度还是慢慢在升温 加权指数9300站上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高清Saba店这个平台站上之后 会有开始慢慢升温的效果 所以今天行情我们是报以肯定的态度 昨天晚上欧美股市的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 昨天欧洲也不错 因为欧洲发布出来新的PMI 12月份的PMI 就是采购经理人指数 大幅度的成长 代表整个产业的活力是持续正成长的 那昨天美国股市的部分 涨幅就比较大的点 道琼再来19,942 道琼以目前的状况来看的话 你看这个压不下来指标已经拉回来了 昨天又形成黄金交叉 所以以这种现象来看的话 道琼这2万点应该是要过了 前一波来到19,987 你目前这个状况来看的话 2万点应该在这几天就会过关了 其实离2万点也剩不了多少而已 所以在市场上叉叉五十八点而已 对道琼来说只要跨一步就出去了 道琼2万点那是一个里程碑啦 那是一个整数关卡 如果2万点能够跨上去的话 那当然对于全球的带动 还会有加分的效果 好 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日本南韩是在平盘 今天香港一开盘就大涨191点 那这两天传出人民币 开始大幅度的快速升值 那人民币的升值 会带动港币也会跟着升值 那升值对于整个股市来说是好的 所以大陆股市跟香港股市 有机会做出补涨 我们连续几天来跟大家讲过 全球股市里面 大陆去年是最丢脸的 涨幅最后 可是GDP最高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 这里就是底部 告诉你们赶快去买ETF 你看是不是上来了 ETF的部分 我不知道你们有做 现在ETF是越来越热门 包含政府也在政策推动ETF 你看互生2X 今天已经来到12.77 在封关前11.8 12.0 我都一直鼓励大家买 你看你这里如果有买花上来 这个不少 这不少 这不少 以今天来说应该已经快 大概7%到8%了 已经7%去8% 你如果用融资做的话已经20% 已经20%了 就怕你不敢做 就怕你没有根而已 那印度2X也是 一直跟大家讲 这个已经底部反转了 鼓励大家赶快买 你不用说买最低 你买19块 有的是机会 19到20 这个用融资做 也七八 也快20%了 也快20%了 这个都底部刚完成而已 这个底部刚完成而已 所以你看我的节目 不要只是看而已 在看的同时也要跟着参与嘛 好机会我会跟大家分享 好机会我会跟大家分享 重点是你要参与 他们看不会贪钱啦 好 昨天美国股市 几个比较强的产业 3D烈印 3D烈印 连续两天大涨 昨天3D系统又涨4.4% 那昨天LEDClean也涨了2.8% 昨天严格来说 美国股市最强应该是在汽车类股 昨天几大汽车厂 丰田汽车涨了2.2% 那美国最大的汽车 通用汽车 昨天涨了5.5% 福特汽车涨了4.6% 那电动车的Tesla 昨天也涨了4.6% 可是我们看到今天 在台北股市的部分 似乎汽车类股没有跟上 美国股市的一个汽车股的脚步 我们看今天汽车类股 其实都不大动 都不大动 很可惜啊 你看玉龙汽车 现在股价在26 玉龙汽车每股净值 有高达45块钱 股价不到净值的 将近只有一半而已 中华汽车也是 中华汽车目前才26块而已 这虽然有涨价 可是只有3块钱 这没多大概10%而已 你看到美股净值 也高达35块 这个都是赚钱的公司啊 净值35 后面要36块 股价才26块钱而已 很可惜啊 突然台北股市真的 资金真的是缺很大 资金真的缺很大 所以很多好股票 都没有反映出它应有的一个价格 是很可惜的地方 那昨天美国的汽车类股 表现得最亮眼 可是台湾的汽车股 似乎还没有得到市场的青睐 那昨天美国的LED也不错 今天台北股市最强就在LED 就在LED 从上游到下游 你看4944兆元 包含8121 这是蓝宝石基板的 上游蓝宝石基板 月崩也快涨停了 那 包含龙达3698龙达 今天LED很强 这等一下我来跟大家谈的LED LED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重点 那另外一组 嘎空股 嘎空股昨天就已经很强了 6620的月崩 昨天涨停今天继续涨 这空股 我跟大家讲过 空股不认错 多头不会停 昨天空股又增加1000张 这空股是细 3313 匪城 昨天涨停 昨天涨停 今天又继续涨 今天又继续大涨 匪城的业绩都是亏损的 只是因为摇到空头 2789张 昨天又继续增加423张 你这空股不认错 这堂头不会停的 嘎空股是最会飙的 这一点你一定要记得 对 郁金光今天又涨了3块钱 对 郁金光今天又涨了3块钱 你看郁金光对四十几块 表到百年块 融券也高达8682张 但我不是叫你去买这种股票 因为这个已经飙很高 只是因为夹到空头而已 那你现在再去追 我觉得也是有点过头 有点高了 五十六九的 其实你可以一样画葫芦 找那种涨幅还不够 也夹到空单的 你看汉宇伯德也是 三千五百四十三点的空担 这经历已经要结束了 外资一直在加码 昨天外资也是继续加码买进 昨天外资也是继续加码买进的 所以汉宇伯德特别注意 这一随时会噴出去 那二四五七的飞鸿 飞鸿也是咬到空单 现在夹到空单 一千八百四的四丁 现在已经看到郭金高了 飞鸿现在已经看到郭金高了 这场课我们在 我们这里开始买进之后喷出 这些空单 这些空单 限期一月九号全部要回股 限期一月九号全部要回股 所以飞鸿随时 只好十三点四五过关 随时又又噴出去哦 这是目前市场上 很热门的一支股票 我们会员在这一天买进之后 跟着一起上来 那嘎空股 还有三四八一 你看今天又大涨了 我们这一天买进的时候 我在节目里面也跟他预告 我们在十一块八买的 那当天我们节目里面也是推荐群创 今天群创又大涨 又大涨 连续两天外资的买超 买了一万九千多张 开红盘礼拜二 外资买一万六千张 买超第一名 昨天又买超三千四百张 那刚刚才会有两万两 外资买最多就是群创 昨天投信也买了一万一千张 昨天三大法人买超第一名 还是群创 都是我推荐的股票 今天友达群创两支股票 同时都懂 可是你们发现到友达就比较弱 因为外资是卖友达压群创 跟我做法一样 我当然是没有卖友达了 我们是全力买群创 算是八一 今天群创目前成交量已经六万六千张 已经快要超越昨天的整体量了 这个美股净值二十几块钱 再喷出去 再喷出去 好 今天我们来谈LED的部分 因为昨天美国LED的Clean 涨了2.8% 还有很重要的消息 大陆那边 三安 大陆最大的LED厂三安 调高LED的报价 这会带动国内LED 报价的一个回升 所以对LED产业来说 这是一个大利多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 上游的4944兆元 这是蓝宝石基板 8121 月峰也是蓝宝石基板 那同时光宏 2426的顶元 今天也开高 那光宏4956 昨天涨停 今天也是继续涨 那今天LED谷的3698 隆达 今天也大涨 那包含 爱迪生 3591 很多啦 我没有办法一档一档 那给你听喔 那这个题材 但最重要的是谁 最重要就是 台湾的最大厂 在全球也是排前三大的 晶电2448 2448 今天也是开出高盘 目前24年是涨了4% 那为什么要谈晶电 因为最新的行情 你有发现到 最新的行情都在走那种 跌升反弹的 都是那种很低价 业绩很烂的 那尤其如果说有出现转机的话 那么就会得到市场的青烂 那晶电是国内LED的最大厂 不管是在技术产能 都是所趋于止 比较可惜的是 因为大陆的竞争 呈现了连续股计的亏损 可是在去年第三季 毛利已经拉回到13% 已经开始转正了 那这档个股虽然说获利滑入很多 可是负债很低喔 负债只有27%而已 负债是一直在改善当中 尤其获利开始提升 大陆三安调高LED报价 这个晶电是绝对会跟进的 所以晶电 有利于晶电的一个起始回升 你看股价从180 现在回到生涯25 回到生涯25 更重要的是怎么样 更重要的是要每股净值 高达快50块啊 账上一股高达快50块 所以这个你让他一半生之后 不得了 让他一半生之后 不得了 这里要注意喔 这里要注意喔 所以今天特别在强胖出局部分 特别跟大家谈晶电 2448晶电提供给大家参考 另外刚刚所讲到这些 嘎空股 目标注意 今天台北股市有攻击的机会 因为大力光已经在带动了 今天大力光传出来 第四季恐怕会赚六个股本 即将要开法说会 法说会的时间 法说会的时间 12号下礼拜是 去年一整年可能会赚到170块 外市已经喊到5000了 今天大力光的大涨 有利于把整个盘市给带动上台 这个行情还是要靠大家啦 加油 找到好标题 赶快进场 如果你自己找不到 那参考你可以提供的股票 也都不错 其他的重点 我们下午再一起聊 我们下午见 特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